这11岁男孩是美国新一任总统 上任第一天他首先做的进食 虽然只是玩笑话 但旁边的国防部长都差点给吓死 而且这就算了 人家当总统都是怎么行政 他倒好居然要给全国人民免费发放游戏机 PSR6 插破死 想玩什么就玩什么 就连未成年防尘迷戏的都直接取消 可这么一个11岁的男孩 又到底是怎么当上掌握大权的总统呢 这还得靠这位总统竞选经理 赵哥 从业多年的他 专门帮助支持率低的候选人 当上新一任米国总统 可最新一次 他翻车了 就这么一番 他的名声彻底败脸 整整两年 赵哥每天都待在酒吧戒酒消愁 而上任两年的总统 也毫无作为 全国犯罪率达到最高峰 经济也一落千丈 各种问题混在一起 使民众对其百般抱怨 可忽然 电视插播一条新闻 称一个11岁男孩 将要竞选米国总统 他希望世界和平 每个人都能上学 以及最重要的 若能当上总统 就会给全国发放免费游戏机 此话一出 酒吧的客人们 都纷纷表示支持 称这男孩 太得人心了 咱们肯定会投他一票的 赵哥看着客人热烈的反应 以及这高达800万播放量的视频 他心中不禁起了个大胆的念头 他要为这11岁男孩 竞选米国总统 要是成功了 他可就闲于翻身 升职加薪走上人生巅峰了呀 这11岁小男孩 要竞选米国总统 他该怎么做 首先发表竞选演讲 一 人人都有就业机会 二 每周只上一天班 实现六修政策 三 狗主子会有猫 猫奴会有狗 四 全国人都有免费游戏玩 五 布莱特品科会一年回归两次 接着在竞选经理赵哥的帮助下 他还搭档专业团队 拍摄竞选MV 变身国际爱豆 吸引新一代年轻人的投票 在赵哥的扶持下 男孩的支持率日益上涨 全国民众一边倒 都纷纷称要给他投上一票 说在他的执政下 国家肯定会变得强大 而且咱们的孙辈 可都是他的大粉丝 很快 候选人辩论即将开始 在此之前 男孩事先接受了辩论培训 可他毕竟还是11岁 对于行政方面的问题 可谓是一窍不通 不管怎么培训 团队都失望透顶 觉得男孩肯定输马了 但赵哥却信心满满 你们知不知道 这毛娃的MV 可是有5600万的播放量啊 这可是千万级大网红啊 怎么可能会输 结果到了辩论当天 那现场表现 只能用车祸来形容 面对专业的执政问题 男孩整个人都畏畏缩缩 一点话都答不上来 满嘴除了游戏还是游戏 结局也理所应当 男孩输了 这下赵哥惨遭同行嘲讽 就连男孩的父母 都失望无比 说他毁了自己的儿子 毕竟一开始 赵哥苦口活心 说什么竞选赢了 男孩不仅当上总统 他们一家子也享受荣华富贵 就算是输了 男孩的名气也是暴增 倒是各种广告各种赞助 都也能赚个盆满钵满了 所以不管输赢 他们一家子都是稳赚不赔 父母一听此话 也就被利益冲昏头脑 答应让男孩参与竞选 却没想 现在闹的这一出 人简直就妈了 经历此事后 赵哥整个人垂头丧气 本以为人生就这么到头了 可同事告诉他 男孩养的爱犬去世了 为此男孩希望 赵哥能帮其拍个视频 以来纪念死去的爱犬 哪知赵哥一听 乖倒 完美的翻盘计划就油然而生 在他的精心策划下 男孩拍摄一条感人肺腑 且深得人心的竞选视频 虽然他依旧不懂执政 但他将全面拼用 最善良最聪明的学家 能让你拥抱自家爱宠更加长久 毕竟 一家人就是要齐齐整整 视频一经放出 播放量就高达两亿六千万 男孩就这样 在全票支持下 当上了美国新一任总统 这11岁男孩 当上了美国新一任总统 上任第一天 他就 不仅如此 他还在花园养起了 在办公室荡秋千 拍办狗狗派对 甚至白宫里骑三轮车 他还不忘兑现承诺 要给全国人民发放免费游戏机 但国会显然不同意 不说国家债务庞大 就连游戏公司都不可能答应 可男孩坚持几件 俺可是总统 说到就要做到 要是游戏公司不同意 那就收多他们一百万美高的税收 男孩和之前判若两人 现在他不仅要别人叫自己总统先生 还不听妈妈的话 给的什么意见都压根不理 就连一手扶他上任的赵哥 有时想劝劝他是 男孩都以炒油鱼为警告 让其好好听令于自己 短短上任几天 白宫彻底成了男孩的游乐场 面对国会要求的总统提解 他都严厉拒绝 更是颁布新法令 禁止成人担任医生 赵哥见这样下去 整个国家都会崩盘 他想找国防部长谈谈 接下来该怎么办 可对方却以为 这人想要叛国 结果消息传到男孩耳边 下一秒就将赵哥拉到了小黑屋 哪知男孩爆出惊人秘密 其实他的狗子没有死 之前都是自导自演 为的就是坐上总统之位 赵哥都傻了 满脸写着不可置信 紧接着男孩问他 是否还会像以前那样支持自己 赵哥不愿撒谎 摇头说了不 结果男孩邪魅一笑 下一秒 最后赵哥被冠上了叛博罪 而他也十分幸运 意外存活了下来 可当他要做手术时 石刀医生却全是十几岁的小孩 只因男孩曾说过 废除成人担任医生 赵哥人都绝望了 这下 他终究要为自己一手策划的决定 付出惨烈代价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剧集出自 新阴阳魔界第一季 第五集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 这部剧集出自